這個題目考什麼東西呢? 考的是期望值跟標準差的定義 那這個其實應該是難的 那這邊白話起來 期望值就相當於求什麼東西 求隨機列數裡面的算數平均數 然後呢標準差呢 就相當於去找它的那個分散狀況 這樣子 會啦 好 所以我們看第一個題目 他說 px 等於3的時候 幾乎是0.2 4的時候0.3 8的時候0.4 10的時候0.1 好 第二個題目說 請問你期望值多少 呃 第一件事情喔 這個3 4 8 10 已經是所有的情況了嗎? 你怎麼知道 好 怎麼算呢 來 第一個 你去看一下 0.4 對不起 0.2 加0.3 加0.4 加0.1 請問你 這加你值得多少 1 因為是1的關係 所以我知道說 這四種狀況 已經把所有的那個情況 就全部含蓋進去裡面了 對不對 因為假設如果要小於1的話呢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一定還有一些條件沒有考慮進去 如果大於1呢 代表我們那個考慮條件裡面呢 存在這個狀況 這樣子 聽懂了 OK 好 所以他就等於1 好 那我們看第一個題目 第一個小題目 怎麼算吧 好 第一個還有求那個期望值 這個呢 就很簡單 代表計算就好了 就 3乘0.2 對不對 剛才公司代表計算就好了 3乘0.2 就是 一個點多少的時候 乘上發機率 加上呢 4乘0.3 加上 8乘0.4 加上 10乘0.1 OK 好 加起來可以 答案是等於6 好 然後變異數呢 也是一樣 你代公司機率算 這個算出來 變異數的部分 那個 Variable 那邊 好 第二小題 變異數 我建議你 帶這個公司會比較好 這邊 直接在公司2 因為這邊還有相擠在平方 那是太慢了 我直接建議你大概等最後這個公司 所以怎麼算呢 就等於 x1的平方 好 那就是3的平方 乘上0.2 加上 這個 我想一下 無所謂 加上 4的平方 乘以0.3 加上 8的平方 乘以0.4 加上 10的平方 乘以0.1 然後 最後解掉 6的平方 就可以了 那當然 如果你不這樣算 對不對 看這邊一下 如果你不這樣算 你可以直接用公司低格的地方 也可以 你怎麼算 你知道嗎 你就直接 3-6的平方 乘上0.2 加上 4-6的平方 乘以0.3 加上 8-6的平方 乘以0.4 加上 10-6的平方 乘以0.1 不管你用紅色或藍色都可以 兩個都OK 看全來的 不過以這個題目看起來 剛才好像我的判斷說 好像又下一個這個藍色的很快 因為這已經直接 負三沒有變成久了 跟上面是一樣的 這種狀況 對不對 但結果是一樣的 結果是一樣的 答案是等於6.2 不管你這樣算 紅色或藍色都可以 雖然是6.2 好 那標那個 變異數算出來了 標準差就 好辦 標準差 Row 在誰 Row 等於 根號6.2 根號6.2 根號6.2的話 不好意思 這個你可能要用 公式代算一下 大概等2.49 怎麼樣 怎麼樣 4.6怎麼樣 因為這邊最後有一個 減掉6的平方 這邊的好處是說 你都不用管那個 減掉那個6 直接最後減掉6的平方就可以了 下面這個藍色的話 是每個都要減掉6 減掉6 減掉6 然後再平方 但結果是相同的